据报道 霍启刚与郭晶晶的爱情结晶品将在日内诞生 连日来 不少媒体在霍家大宅及养和医院守候 据悉 郭晶晶一直要求顺柴 就算知道预产期也不能做准 准父亲霍启刚心情十分紧张 等身边好友问起时 只表示在等待中 昨日 霍振廷被问到郭晶晶几时分娩时 他说 如果生了 启刚会公布 霍振廷很少如此作答 令人认识 郭晶晶昨晚是否已经进入产房等待生产 而就在今日中午12点30分许 霍启刚发布微博称 亲爱的朋友们 我和晶晶的儿子已经在今天早上出生了 体重3.3公斤 母子平安健康 小生命的顺利诞生 我们感到非常开心 家人已感到无比的喜悦 非常感谢医护人员对我们的悉心照顾和关怀 我们衷心感谢各位传媒朋友 及亲朋好友们的关心和祝福 稍后我们会向大家发送照片 祝大家生活愉快 身体健康 令西 今日也是田亮的生日 郭晶晶成功带下一子 田亮今天过生日 对于此事本小编无观点 只是想说 祝你们各自安好 凤凰视频整理报道